嗨 大家好 我是Kenniky 歡迎收聽 尬聊音樂 今天在介紹歌曲前 我其實想要問問大家 如果在一段感情 你們彼此互相傷害之後 終於有一方受不了了 說他不要了 你們會覺得這一段感情是一種解脫 還是會有一種不甘心呢?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的背景 我大概說明一下 他們兩個人多少都有對彼此還有感覺 但他們在一起時的關係 其實到後期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會惡言相向 或是去戳彼此最痛的地方 試圖讓每一次的吵架可以成功 或是可以吵贏 就是這樣 那我身邊呢 目前就有朋友 深陷這樣子的感情泥濘 那作為朋友的我 我真的是 我希望他們不要複合 就是我希望他們不要嘗試複合 因為 他們是比較近期分手的 大概是七八月左右吧 就是我覺得分手後 短期內複合 繼續傷害彼此的機會很大 就是畢竟 雙方可能都還沒有真正正正的 釋懷之前的情況 但 大家也知道就是 怎麼講 當局者迷 旁觀者輕 我們身為朋友都會 覺得 就是會希望自己的朋友 不要被虧待 但 因為我們都比較知道 雙方都有不對的地方在 所以也會希望說 自己的朋友可以不要再 糾結於這一段 好不容易已經 對我們來說 看起來是解脫的感情 那 不知道欸 就是我 我們雖然能講的 能勸的 就都已經 能給意見的 都已經做到最極致了 那 做決定的人 依然是 當事人 所以只是說 我近期在跟他聊天的過程中 我甚至問了蠻多的問題 就是試著想要去同理 或者 稍微去理解一下他的心情 或他的想法 那 因為 我自己覺得 一般人 在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多多少少會感覺到 是 解脫的感覺比較多 因為畢竟 不是真的很愉快的感情 到最後 那 怎麼說呢 嗯 就是 我懂那種 就是一定會難過 因為畢竟 他們是在一起好多年的感情 可是因為到後期真的是 很疲勞轟炸的情況下 再繼續經營感情 老實說 這就是 怎麼講 就是在等說誰 先提分手而已 所以我問了好多問題 就是說 幾乎都是 關於 你還喜歡他什麼 為什麼還會想要複合 然後 如果真的有機會複合 你們要怎麼去面對之前 所產生的 所有的問題 那 你跟這個人 現階段還有機會 可以去解決這種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不到為什麼要複合的原因 那我們最後就一起討論 得出的結果就是 他目前想要這麼做 他會過得比較有目標 生活會比較有重心 就是 尋求複合的可能 他的生活會比較有重心 所以他就是覺得 他要跟隨他的心去做事情 那 身為這麼久的朋友 我該說的也都說了啦 我甚至也有說 我不建議複合 我也沒有辦法很祝福 如果你們真的之後複合的話 因為 我覺得對於分手後要複合 對我來說真的比較難 除非有一種 情況啦 就是 我們是因為可能遠距離 相處太少 最後分開 但如果多年後 在同一個城市 同一個地方 又相遇到彼此的話 然後彼此也都是單身 甚至對 對方都還有一點感覺 我自己是不會排斥 再試試看 就是我自己對於可以複合的條件 真的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 我最近真的是 每一次想到這個朋友的感情 我都會很想送他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三首歌 因為我聽到這三首歌 我說哇賽 太適合他了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介紹這三首歌的 最主要的契機啦 那這三首歌呢 是來自梁文英 睽違四年 終於發行的第七張專輯 好好對待他當中的三首歌曲 分別是 還能幸福嗎 然後 好好對待他 跟 愛有為 那從2008年 超級星光大道獲得第二名 佳績的梁文英出道至今 已經要 將近15 哇超快的 15年了 然後也唱了非常多 快智人口的抒情歌 那我還記得當初 真的是每個星期 一定要守在電視機前面 看超級星光大道 然後星光二班 大家如果有比較關注娛樂圈 或者是唱片 唱片圈的話 其實星光二班 產生蠻多歌手跟演員的 甚至是演員 就包括 曾佩慈 魏如雲 黃美珍 賴明偉 還有李千娜 然後包括這一次要介紹到的梁文英 都是來自星光二班的選手 那這一次呢 梁文英發行的新專輯 也已經去過蠻多網路節目宣傳過了 那影片都很可愛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梁文英很自然 然後也很真情的一面 那這一次呢 算是 自兩年前啊 她 離婚過後 就是走過離婚低潮之後的 最新的作品 整張專輯唱出了蠻多女人的心聲 那專輯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情歌 在乍聽之下 會感覺這是一張比較悲傷的情歌 就是悲傷的一張專輯 但其實我們仔細聽 聽完之後 會有一種 它其實是一張極度 治癒 極度療癒的一張專輯 而且在抒情歌底下 會聽到更多的東西是 勵志 跟鼓舞自己的勇氣 還有力量 那我這次選了三首歌曲 只有愛有為 算是比較 算控制不住 然後無法自拔的情愛 另外兩首歌真的就是包著抒情的皮 但骨子裡是大鼓舞那種正能量的歌曲 那我先介紹愛有為這首歌好了 這首歌曲呢 從頭到尾 因為愛這一個字 總共就唱了五十二次啊 而且如果歌詞不重複的話 整首歌其實也才一百九十二個字而已 但是光愛這個字就唱了五十二次 你就知道 這首歌到底有多需要愛 那這首歌基本上呢 就是在說 哎呀沒辦法啦 就是一切的看不開啊 放不開啊 沒有辦法苦盡甘來啊 要活受罪啊 全部都是因為愛 但怎麼辦呢 就是 我們就算自己知道 就是這個樣子 但 那個人就是你啊 就是因為你 我得要去愛 的這種狀態 我覺得就很像是我朋友的心境 就是 這個人到底要多厲害 要 能夠多讓人離不開 而且 這首歌很可愛的地方是 大家如果把愛有為念快一點 或是你直接去聽歌曲 你會發現他的發音就是 哎呦喂 這是哎呦喂啊 的哎呦喂 那整首歌呢 因為愛被傷到 不停的叫 哎呦喂 聽到後面會真的很 會 感覺很想幫他 貼個什麼沙龍帆斯 聽 就是不知不覺 好像覺得哪裡痛痛 你知道嗎 聽到後面覺得 好像這邊蠻痛 那邊蠻痛的 很想幫他貼個沙龍帆斯 就越聽越痛 這種感覺 那另外我會想要介紹這首歌 是我覺得這首歌的音域 梁文英唱起來非常非常的好聽 我很喜歡梁文英 他在中低頻聲音上面的表現 加上他很有辨識度的那種咬字發音 讓這首歌在主歌的地方 是很能夠快速帶聽眾進入狀況的 那尤其在第三句歌詞的 你愛我愛冤家巷子窄這一句 哇塞 書麻到不行 好像在聽那個ASMR 然後歌曲啊 再進入到後面最高音的地方 他的下一句 馬上轉成氣音收尾 真的就是 好啦 都跟你們唱就好了 好難喔 這首歌 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聽 那這首歌 就是 我想要送給我朋友的歌 我覺得愛有為是他目前的心境啦 大家如果聽這首歌的話 嗯 可能會比較理解身邊如果有朋友剛分手 然後極度想要挽回的那個心情 基本上就是像這個樣子 呵呵呵 就是 愛就比較沉心你知道嗎 那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兩首歌曲 分別是 好好對待他跟還能幸福嗎 那好好對待他是 這張專輯的同名主打歌曲 找來了好久不見的白安 跟黃廷老師一起創作 那創作的靈感是寫給即將嫁為人妻的朋友 希望對方能好好的對待他的朋友 但其實這首歌 嗯 你要說是唱給自己聽 然後鼓舞自己的一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也蠻合理的 就是有點像是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好好的對待自己 然後加上梁文英 他溫暖然後帶點撒嬌的聲音 就是你聽一聽真的會 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哇好想好好對待這個人 的感覺 有一種被賦予任務的責任感 我就是聽這首歌聽出來的畫面 更感覺是這樣 我也是很佩服自己 能夠聽歌聽出來這種感覺 那更佩服的是這些歌手 那麼會唱 真的是很厲害 嚇到 然後下一首歌曲想要介紹的是 還能幸福嗎 是我覺得整張專輯中最最好聽的歌 應該說最符合我的胃口啦 那整首歌呢 從一開始不斷的自我否定 充滿疑問 然後覺得沒有人 能為自己解答所有的問題 然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到最後與自己和解 然後給自己勇氣告訴自己說 不要害怕 還能不能幸福這件事情 那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死檔 笑開了就能看見暖陽 整首歌的心路歷程是 非常非常的飽滿 起承轉合也很濃郁 那可以強烈的感受到說 最後那種灑脫 但又帶點 帶點擔心的那種感覺 是我最喜歡這首歌的地方 然後這首歌的特效 其實也是蠻豐富的 就是那種特效音 或是一些背景音 我覺得可能 邀請梁文英 或者是混音師啊 製作人出來解釋一下 第一個我聽到的特效音 是來自第二段主歌開始前 有一個很像收到訊息的聲音 我會聽到這些特效音 是因為它有點不太合理 然後又 又蠻突兀的 會讓我覺得說 這是應該要出現在這首歌的地方嗎 這樣子 那第二個點呢 就是第二個特效音 是在看一下喔 是在有些人說 我有看到網路上有人在討論 這個我第二個我聽到特效音 有點像是來自靈界的聲音 但我自己聽起來很像是 小嬰兒在笑的聲音 在歌曲3分23秒的那一句話 笑開了就看見暖羊 然後有一個小嬰兒的叫聲 我覺得那個聲音很像是 天線寶寶裡面那個 太陽寶寶的聲音 很像那個太陽寶寶的聲音 我聽很多次 就是不會覺得很可怕啦 但確實是一開始聽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個地方怎麼會有這個聲音出現 就是有特別注意到 但就真的很像那個太陽寶寶的聲音 它就是那種哇的那種聲音 真的你們大家仔細聽在3分23秒 我覺得是這一句是整首歌 最高潮的那個地方 然後有聽到這一個 那至少呢 就是這一個討論在我錄這一集Podcast之前 我都還沒有看到相關的人出來說一下 怎麼會有這個聲音 但我覺得應該是本來就有加在裡面的橋段啦 就是因為剛好那一句也是在說笑開了 然後剛好有那個聲音 我自己會覺得蠻合理的 可是如果是嬰兒的笑聲就會覺得 不知道 希望他們可以出來講一下 這算是對大家解惑 但我聽起來感覺還OK啦 不會覺得特別的恐怖 或者是特別的怎麼樣 那這就是三首來自梁文英 在最新專輯中 好好對待他我想要介紹的歌曲 那也是剛好啦 在這一次去介紹梁文英的歌 我找了蠻多有關他的資料 然後才發現說 哎呀他在十年前 有過一個同志恢復說的爭議 我記得當年好像有隱約聽到類似的新聞 可是我沒有特別去注意 但我這一次查資料才發現 哇原來影響他這麼久 就是十年了還有人在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說 那其實最近的話 因為他在宣傳自己的新作品 上了很多網路頻道的節目 像是學學的影片他有去上 其實可以感覺的出來 他們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覺得 如果他當初表達的那個含義裡面 真的像是後來網友 渲染出來的那個樣子的話 他應該很難 會有同志的朋友這麼挺他 或是這麼喜歡他 甚至還可以繼續交到 新的同志的朋友 因為怎麼講 就真的算是日久見人心 如果他真的是要假裝支持 然後內心其實很排斥的話 其實時間久了真的會露出麻將 但你這樣看 其實這十年來 算是有點還他一個公道 他自己也有嘗試解釋過 但是當時好像整個環境的氛圍 沒有能夠成功讓他解釋完整 或是解釋得清楚 所以後來就有點算是都不解釋 然後讓時間去證明一切 這樣子其實這樣也是一個做法 但就是會 可能對當事人來講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這一次的 專輯的宣傳影片啊 宣傳介紹啊上節目 我自己會覺得 不管他當時講的是怎麼樣 到現在都有同志朋友想要跟他做朋友 或者是能夠理解他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討厭同志 或是根本就不是網路上說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其實也就是算是還他一個公道 而且這本來就是個人自由意志的問題 你也不可能逼一個人去接受自己的論點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環境中也比較難去想像說 還有孔童的人出現 因為畢竟從小到大 身邊生活圈的環境都還算開放 而且很剛好就是 在我錄音的 就是現在錄音的前一天 是台灣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 那已經來到了第二十屆了 那這一次遊行的主題呢是無限性 主要是要闡述說 遊行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解放所有對性的壓迫 與刻板印象 讓每個人的身份與認同 都能展現出多元無限的可能性 然後也期望未來 任何人都不需要強調自己的身份 就可以保有自己的認同感 會聊到這個是因為我前幾天在聽新歌 那也包括我在找梁文英的資料 找到有關於蠻多同志的東西 然後聽新歌的時候 我聽到了一首歌 就是來自 小樂無思賢的新單曲 大家知道他今年在做什麼事情嗎 小樂無思賢 他今年有一個計畫就是每個月發一首歌 發一首新單曲的計畫 那剛好來到了十月份 也就是他的今年的第十首新單曲 他這次找來了演藝格 合唱了這首新的作品 叫做Scripted 那是他寫下來送給同志朋友的歌曲 那其實這首歌呢 在四年前的同婚公投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寫好 就創作好了 那是對當時整個環境下的 一個有感而發 他會覺得說 愛不應該是這種 只能一直照著原本 一直以來寫好的劇本走下去的 他應該是要更多元 他要更沒有框架 要更自由的 那其實就像副歌裡面一直唱到的 We don't gonna do what scripted 我們不用去照本宣科的 去走那些已經被寫好的腳本 就是愛為何要被局限在框架 但這個觀念我自己覺得 近幾年好很多了啦 就是我們本來就沒有資格去 插手管別人同不同意 就你喜不喜歡同不同意 是你的事情 那你也不會想要有別人來管你 一定要同意 或是不同意 什麼樣子的觀點 就是有點管太多了 的這種感覺啦 那這一次呢 吳思賢跟炎英格 也都有受邀去參加這一次的遊行 當表演嘉賓 就是帶來這首歌曲 Scripted 我覺得是很洗腦的歌 然後很容易朗朗上口 那其實也蠻期待 吳思賢在剩下的兩個月 會帶來哪兩首好聽的新作品 給大家 而且大家有發現他 他對應的造型真的是 越來越多樣化 他前一陣子替了一個奇異果頭 就是跟周湯好長好像喔 然後後來又染了一個大金髮 就是都很好看啦 那歌也很好聽 在這邊介紹給大家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介紹給你們的四首歌 分別是來自梁文英 好好對待他專輯中的三首歌曲 然後以及吳思賢跟演藝格 合作的全新單曲 Scripted 這樣子 嘿 我介紹完了 然後在最後的最後 其實我在錄音的當天 如果大家知道我錄音前一天 是同志大流行的話 就會知道我錄音的當天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新聞 來自韓國的李太苑 那在此呢 我真的是希望 所有的逝者可以安息 然後拜託大家 就是疫情逐漸解封 有非常多的大型活動 也陸陸續續在舉辦 人生安全是最重要的喔 我有看到有些網路上的言論說什麼 啊又是韓國 我看到的時候真的覺得 哇 Shit 就是 我只能說踩踏事件 它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聚會場所 不管這個場合大不大 規模大不大 只要有一個人受傷 甚至是一個人死亡 他都會算是踩踏意外 就是如果他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受傷的話 那沒有一個人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那我自己覺得共襄盛舉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怎麼講 參與這樣子活動的人 對很多人來說啦 這是他 豐富他人生色彩 很特別的一個方式跟經歷 所以真的不要再說什麼 怎麼會有人想去 人這麼多的地方 好怪喔 你才怪 你最怪 我自己是很喜歡廢在家裡的人 但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喜歡去人多的場合的這些人 他們的心情 那就是一種參與啊 就是像我自己很喜歡去演唱會 那人也很多啊 可是我還是要有那個 還是要踏出家門的那個 那一步你知道嗎 雖然很痛苦 而且沒有人希望 就是沒有人希望漢事發生 你多說這一句怎麼會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對這件事情 不會有任何幫助 那你就 就點點了 欸我真的開得來欸 因為我看到 我看到影片中 就是大批的警銷人員 跪在地上幫這些 受難者做CPR 我當下除了震驚難過 真的沒有多餘的心情 去想說要批評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看到網路上 有些言論真的是 氣到 氣到欸 沒有辦法接受啦 好啦也不是說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 沒有必要說這些話 因為沒有一個人 想要發生這種事情 也沒有一個主辦單位 會希望有人 會希望有人 受傷 有人跌倒 甚至有人死亡 都沒有 沒有一個人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那就是一個去湊熱鬧 然後去 大家一起開心的一個活動 但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 點點好 就 院士者安息 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好啦 我希望我的podcast 不要結束在這麼負面的情緒當中 我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前幾天呢 有買到歌手林虹雨冬季巡演的門票 那台北場的展演地方呢 在小地方 那售票網站上面好像還有一些票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他這一次好像有台北 台中跟高雄的樣子 有三場 那如果大家喜歡林虹雨這位歌手的話 可以到場去支持一下 去買一下票 他是一個 近期 我覺得 在男歌手 就是新人男歌手裡面 聲音算是非常非常溫暖的 一位歌手 辨識度也很高 然後很很久沒有聽到這麼溫暖的聲音 會讓你聽得很很舒服的一個男歌手 那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也是創作歌手 好像是從 我之前有介紹過他的 一首單曲的樣子 但是我忘記是哪一首了 去翻一下 我印象中我有介紹過他的歌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有看到網站上面好像還有票 還沒有賣完 還是賣完了 I don't know 反正如果OK的話 可以支持一下他這一次的冬季巡演 從12月開始 那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買票了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 那就是 這一集我想要分享的歌曲 也謝謝大家收聽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